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然后现在呢我在我家那个房子的屋顶上 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录视频呢 就是因为今天聊一聊就是韩国买房产投资这一块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房产一些投资 我的一些个人的思路嘛 就是一些想法建议 然后韩国的房子的话主要分为四大类型 基本上我在这个屋顶上都能看到这些类型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类型的话就是从那个山靠近山周围边 那些就是不用说就是那种公寓 韩国真正的公寓就是公寓小区嘛 可以看到远处那些就是 就是靠山类型的公寓区嘛 这些类型都是公寓 然后第二类型的话 然后第二类型的话就是一些单栋的 就是这种单栋的公寓 单栋的小公寓 小的那种开发商建的单栋的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这些Opista 前面像这样子的楼子 这样是Opista的 它里面的话只有一室一厅的 基本上都是一室一厅 或者是那种就是小窝楼 一个房间的这种楼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 像前面这种在建的这个就是那个政府投资的 政府投资好像是就是类似于年轻人可以便宜住的那种经济型的住房嘛 然后它也是属于那种两室的一厅的 大部分都是两室一厅 或者是小的那种并不属于公寓类型的 还有一种最后一种剩下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私人的住宅嘛 这些一些私人小区 就是密密麻麻都是这种私人建的一些小楼 在韩国生活应该都清楚 就是投资的话就是怎么一个投资建议 如果你手上是一两百万的一些小闲钱 然后你想投资房市的话 建议投资什么方向 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这边 在这个上面正好看到有一块区域是已经正在被开发中了 然后之前的话它是那个 大家可以看 之前的话那块的空地看到没有 它之前的话其实就是旁边这些小住宅 然后在两三年前的话就是类似于国内的那个拆迁户嘛 然后政府可能把那块的区域的大体的规划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区域是要建成新的公益区域 还是一些什么学校校园区 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的话它那个就是这边之前是这样的房子 然后后来价格谈妥之后全部拆迁之后 在两三年前就一直在施工了 这样子的房子 这样的房子它一旦就是被拆迁就是选中之后 它那个价格都是翻十倍十几倍的 就是直接到七一八一这样跳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也不会就是反对就是这样 基本上都大家可以看到那边全都是已经被牵走了 都已经大家都已经一次性牵走 价格基本上都谈妥的嘛 所以像那种房子的话之前你在旁边买那些小的话 它价格其实也就是一两百万 你可以去买一间 就是买一间或者是一间半之类小的 然后等到放个五年十年 但是你真的要放长线 首先你要对那个地区进行调研 你首先要了解这块区域整个一个城市的规划大体的方向 然后这一块区的话将来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可能开发的 就是可能有开发潜力的一些区域 你首先要去做一个市场调研 然后你要去学习 这个的话也不是说碰运气你随便去找的 因为你要看整个区域性的规划以及道路的一些铁路一些建设 现在目前的话一些机会大部分都存在于一些搜尔周边的一些什么经济道 或者是一些地方 搜尔边上搜尔市内的话 基本上我感觉搜尔内部的话已经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了 但是搜尔就是你搜尔偏远一点一些区域这样的房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去作为学习一下 然后那种地方的话也不要找的太偏 因为找的太偏的话对你那个租房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在你那个真正被开发之前的话 你肯定要把它租出去 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你可能你如果找很偏这种房子的话 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租的话 你的中间现金流就有问题 所以的话就是尽量找一些就是类似于能把它租出去 而且的话在个五年十年有可能性被政府开发要的话 这样子才会出现那种翻倍的情况 如果你去投资一些去同学说的那种OP事态啊 或者是那种个人建的一些小单间的话 它的那个增值空间是很少很少的 因为它首先拆迁起来那个费用就非常高 政府规划的话它这个拆迁起来的话 像这种房子的话你重新去拆迁的话 费用会非常高这些OP事态 然后它那个基本上那个基础设施介绍都比较好 一般的十年二三十年都不会去动 这种都不可能有动能 所以它这个投资的那个 投资的这个价值性 其实还不是特别大的 你还不如去买公寓 但是公寓的话一两百万可能又买不起 小钱的话又买不了 所以的话我就是建议 如果个人投资的话 去考虑一下那些 像那种区域 像那种小房子 那种密密码码 分布一些很小 像公寓前面那些很小 很小的私人住宅区域 那里面的话 可以去找一些 有价值地方买一买 然后顺便给它 内部装修一下 以一个好的价格 先出售出去 收益月租 天台景上風太大了 今天的话 而且太阳也蛮好 因为是周末 投资房产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风险性很高的 因为你有大资金是属于all in的 一次性就全部进去了 你都没有后悔机会 一旦签合同签下去的话 因为交易起来 也没有像股票那么买卖那么方便 所以房子投资这一块的话 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 就是多做一些功课之类的 对于一些政府区域性的一些价格 多看一些地方 然后今天就聊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